大家好 我叫康星远 是安徽财经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的应届毕业生 我热爱绘画和跳舞 在大学时期自己学习舞蹈 编排并参加了许多学校的大型晚会 同时在去年 我参加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用自己的照片进行创作 获得了省级二等奖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舞台 我想寻求一份与活动执行设计类的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这个听说我们舞台上有一位是你的偶像 谁啊 朱涛老板 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我之前就很喜欢炒歌文化 然后有去了解过炒歌文化 然后很喜欢嘻哈 你是喜欢他还是喜欢他的企业 都喜欢 都喜欢 他其实还是有准备的 他私下有加我的微信 然后发了很多东西 你们俩都是好友了 是吧 那你就线下应聘就够了 还跑这儿来干吗 我怕万一老板要是不要我的话 我也可以去别家 就是对 就是对朱涛不是特别有自信 能去 那个家庭怎么样 说说你的家庭 我家庭就 我妈妈一个人带我 单亲家庭 对 爸爸呢 爸爸 下婚了 没有 一直没有联系过爸爸 从来没见过 见过但是很少联系 抚养费给吗 以前给上了大学以后就没有给过了 为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爸爸就是不怎么管我 从小到大都是 都是我妈妈一个人特别辛苦地把我养大 这专业是你妈选的还是你爸爸选的 我妈妈帮我选的 因为我从小学成绩就不太好 然后我妈就特别想培养我一份 以后可以在社会上生存的技能 我就说我想画画 然后他就让我去学画画 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了高中三年级 这两张照片是我参加学校的晚会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举办的 左边的是我今年的毕业 就C位的那个红头发是我 然后这都是今年的毕业晚会 租灯光音箱都是我一个人去谈的 然后还有个服装 道具 人员 然后包括节目都是我 你这说得好像你是从策划 对 节目 对 这个设备 对 是吧 对 演员 对 全是你 对 那些人什么活也不干吗 也干 但是在学校 你注意 你说话要注意 在这个台上一旦说 这事全是我一个人干的 待会就会有狂轰烂的大楼 你得说清楚 你到底具体做了哪一块 还是哪一块有涉猎 在学生会当中就是 都是学生 你也不可能以为就是 你是学姐 你就去命令别人去干什么 如果我 为什么一定要是命令呢 你可以引导他去干什么 不更体现你的管理能力吗 对 可能我这方面还有坚持 你懂我的意思吧 明白 我为你着急的是 如果你说这事 全是你一个人干的 体现不了你什么能力 反而觉得你没什么管理能力 是 这个其实只是表达了 你的一个执行力 但是并不能表达 你是怎么带好团队的 其实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的 然后这两张 左边的是 去年参加全国大广赛 做的藤椒泡面的一个海报 右边是芒果酸奶饮品 做的一个海报 左边的是优秀奖 右边的是二等奖 你觉得他赢在哪儿 因为我是自己就是摆的这个姿势 然后和那个产品一起PS的 那只能说你适合做个模特了 不是 因为这个 我是说设计感好在哪儿 设计感好 你这个作品 这个产品的主题是活力元气早餐 然后我当时就想了几个姿势 一个是蹦 然后一个是跳 然后还有倒立 那左边这个的你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想传达什么呢 左边的这个藤椒泡面的主题是触电的感觉 然后这个男生是我的同学 我找他帮我拍的 然后这个主题是我的面里有焦也有焦 就是两个人是情侣 我觉得左边的好人 就有辣椒也有这个焦气 对 就是触电的感觉 然后这是两组 一组是三张 这个是倒立 然后这个是跳起来 这个是你了 对 这都是我 对 右边的这个是藤椒的 你为什么找他来做你的设计主角 长得帅 那你跟他有没有点什么 没有 就是同学 想不想有点不想 不想 眼里有女朋友 好 继续 所以你看啊 你们俩这个就没有拍出触电的感觉 那你起码假装也要假装了 怎么样才触电的感觉 对 假使你左手有一碗泡面 对 假使一碗泡面 或者你在吃泡面 触电的感觉 解决 不停 呢 ¡ 煌 购 ют 乙